在介绍大圣发心的时候 为什么他讲七因果 他为什么不讲八因果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是不是说 大家还记不记得说在 普道赐利广论后面的 在介绍菩提心的之后 他在介绍说在知母之前 他要先修得说什么 他要先修平等舍 他在平等舍这边他不是修 他也不是这样讲 事无量心的平等舍 他也不是在讲说什么 受的平等舍 他在讲这说什么 他在这边是说想的 想的平等舍 一切的众生是 都有同样的跟我来讲 都是希求离苦得乐是平等的 一样的没有一个人的 希求离苦得乐的心 比任何另外一个人更重要的 我们都有这个权利 都有这个的自由 也都有这个本能来说 我们希求离苦得乐 这个来讲是所有众生是一样的时候 那为什么有些人要舍弃 有些人要专门为他 为什么有这个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修的话 他是不是在还没有修知母 之前要先修什么 要先修平等舍 平等舍里面的想 我们所谓的受想里面的这个想平等 为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 因为到七个七因果里面的时候 他等于说如果假设是一个小秤的行者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修这个七因果的 他只要到知母的时候 可以意念到一切是众生是曾经作为我的母亲 或者有真的生起来两话呢 他不可能就只为我一个人了吗 你看我们是不是说你看 你只要意念到母亲的恩德的时候呢 只要有是 我说堪为是人的这个人的话 他是不是不可能说我只为我一个人 我会把我的母亲父亲这样子舍弃掉吗 他不会这样 只为我一个人去思考的 可是在平等舍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这是什么 这还是内 不是说 这还是大秤跟小秤 共同可以去修持的 他修持升起到想平等的时候 他还不代表说他一定要把 小秤的 只为我一个人去追求卸托的那个心舍弃掉 还不一定要了 可是到了知母之后 是不是就一定他那个 要生起知母的话 他自然而然这个心就要 就会瓦解 这个没有瓦解掉 他生不起所谓的知母了 这个两个是生不起来 所以我们说 大家有没有以前 有没有思维过这个 我说有没有 我记得我们在讲线万转 有提到这个问题吗 他以前在普及道次第广论 后来修持他有没有说 你看他有说 这个之前一定要先修平等舍 可是为什么就不把他说 扒英国就好 为什么不说 先有平等舍 在知母 在念恩 在报恩的时候 他的关键就在这边说 到这个之前 他还是大小胜的共同了 到知母之后 这是大胜的独一的修法 他不代表说他已经进入大胜道了 可是要进入知母的时候 他之前的那个小胜的道 或者我们在这边的所谓的 中世道的心 至少要退失了 要开始生起什么 他要有一个共中世道的心 一定要先生起来的 没有这个共中世道的心 生起来的话 他生不起后面所谓到知母 念恩 报恩 悦仪词等等 这个下去的